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第3048集 我就不去了 我和咱们班同学接触的时间有限 我也不爱热闹 去了也没什么意思 我这个人挺爱热闹 那我去了 嗯 去吧 两人待到下午五点钟 黄晴云便离开了 去了同学聚会的饭店 张凡则上楼修炼 六点半的时候 张凡手机响了 是黄晴云打的 张凡面带疑惑看看手机 不是去参加同学聚会了吗 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喂 胖子 怎么了 方哥 你知道今天谁来参加聚会了吗 不知道啊 依然来了 那你们好好玩 依然还带了男朋友 哎 你知道他那男朋友是谁吗 我也没参加聚会 我上哪知道啊 是天宗排在第一位的重点培养对象 沈万钧 黄晴云此话一出 张凡眉头一蹴 这一点 倒是他没有想到的 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呢 又怎么勾搭在一起的呢 张凡脑海里 不由闪过了这么两个问题 沈万钧的实力是第三竟第一段 他一眼便看出了我的实力 跟我聊了聊 不过 看他那个样子 对于我也没什么恶意 但是一副圣气凌人的模样 言语之中啊 还带着一股很强的忧郁感 给人一种 这天底下的所有人 谁都不如他的感觉 管他呢 对你没恶意就好了 他们上次在双脚山 曾经碰到过沈万钧 不过都带着人皮面具 显然沈万钧并没有认出 黄情缘来 还有 还有就是 胖子 有话直说 范哥 你依然让我给你带个话 他的原话是这样 这天底下优秀的人多的是 地球留了谁 都照样能转 好了 我继续修炼 你们接着玩吧 哦 范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几句屁话而已 对对对 屁话 所谓的天宗 排在第一位的重点培养对象 那又能怎么样啊 他比你大了八九岁 实力确实不如你 优秀程度比范哥你 那是差得远了 行了 去吃饭吧 刮断电话 张凡继续修炼 之后的半个月里 张凡都是在修炼当中度过 有龙须草剧原业 神猴的辅助 张凡的实力提升了不少 接下来 他要夯视一下提升的这些实力 那就又得出门历练了 这一天 他刚刚洗完澡 便接到了欧阳的电话 喂 小凡啊 我们隔壁村傻阳 我买了一个阳枪子 正午过来吃烤全阳吧 一会儿我打电话 把小胖他们也都叫过来 撤 我中午之前过去 咱们也好久没聚了 正好聚一下 那不说了啊 我给他们打电话 通知他们都过来 两人刚刚把电话挂了 张凡手机又响了 是刘文海打的 喂 刘书记啊 张先生 在平山吗 在啊 有时间吗 有啊 那我这就过去 到您家里面拜访一下 二十分钟之后 一辆奥迪A6 停在张凡家的门口 刘文海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从车上下来 刘文海进门之后 张凡招呼机坐下 并给刘文海 倒了一杯热茶 多谢张先生了 经过您上次的指点 我已经顺利通过了难关 想必您从我的面向 也能看得出来 恭喜 张先生 这两瓶是二十年的特骨茅台 是前些日子啊 我一个朋友给我送的 您尝尝 好 谢谢了 张凡没有拒绝 感谢了一句 今天中午正好有酒喝了 你也太客气了 刘文海急忙摆手 张凡则又说 从你面向来看 一年之内 你应该还会往上面 再进一步 听到张凡这话 刘文海眸光一亮 惊喜道 哦 真的 真的 这是好事 只不过 就是离得你远了呀 对了 对了张先生 我今天过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想跟你说 昨天晚上 小川的姑 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小川现在在江区 他让我给你转达一句话 光明角成立于二十七年前 很多老一辈的强者都不知道 他现在正在调查 有关于光明角的情况 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 他会打电话给你 嗯 让他注意安全 张凡若有所思的点头 秦小川一直都很神秘 而且是爷爷让自己救的人 他现在又主动去调查光明角的事情 查光明角其实就是查汉原族 他会不会也和爷爷一样 与汉原族之间有什么仇怨呢 张先生 要不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呢 不了 今天中午和别人约好了 等以后有了时间 咱们再去 哦 那既然跟别人约好了 那咱们就以后再约吧 随后张凡和刘文海闲聊起来 十多分钟以后 秘书给刘文海打了电话 张凡看刘文海有事 便让刘文海先走了 张凡的房子也很久没有收拾了 刘文海走了以后 张凡把整个房子里里外外地都打扫了一遍 走完家务 他便拎着那两瓶特骨茅台 打车去了欧阳家里 欧阳家的门口停了很多车 张凡刚从车上下来 便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烤肉香味 院子里也是一阵的嘻嘻哈哈的笑声 张凡上前把房门推开 院子里面的众人都把目光投了过来 樊哥来了 张先生来了 院子里面的众人纷纷向张凡打招呼 一片的祥和 融洽的氛围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